魏无羡,师祖,小师姑怎么样了? 抱山散人,你小师姑,受伤了,还需休养几日,你跟着我回去。 魏无羡,师祖,蓝湛他,抱山散人,忘记作为姑苏蓝氏蓝二公子难道不需要上阵吗? 魏无羡,师祖,抱山散人,他是不会跟着我们回去的。 魏无羡,师祖可是误会了什么? 魏无羡第一反应是师祖误会了什么,不然为什么会如此说? 抱山散人,阿英,我只是说出事实,你问问忘记,他难道不需要上阵吗? 蓝忘记,魏英,我确实是需要上阵,并无法随你回抱山。 抱山散人,阿英,走吧。 林若云追出来道,师父。 抱山散人急忙扶住林若云道,你做什么? 林若云拿出传讯符递给蓝忘记和魏无羡道,这是传讯符,可解你们的思念之情。 抱山散人,给了就拿着。 魏无羡和蓝忘记谨慎地收下了,互相对视一笑,抱山散人,可以回去休息了吗? 林若云,好的,师父。 魏无羡和蓝忘记,则是回到姑苏兰市,林若云则是在洞中养伤。 抱山,抱山散人,阿英,那后面有个灵犬,你待在里面休养吧。 魏无羡,师祖,我有个疑问。 抱山散人,你说。 魏无羡,小师姑为何不希望我上战场? 抱山散人放下了手中的书顿了顿道,你为什么这么想? 魏无羡,我的身子是可以上战场的。 我,抱山散人,若云既然说你尚需休养,那你就需要休养。 魏无羡,师祖。 抱山散人,若云不会害你。 魏无羡,我知,只是抱山散人,后面你都会知道的,也不急于一时吧。 魏无羡,好。 抱山散人,去休养吧,照顾好自己最重要。 魏无羡,好的,师祖。 洞中,林若云,温情,我的伤如何了? 温情,再过一个月就可以痊愈了。 林若云,一个月,这么久。 温情,林姑娘所受的伤确实是有点重,林若云,麻烦你了。 温情,若不是林姑娘,我们还在谩骂声中度过,哪有麻烦不麻烦的? 说起来,还是我们麻烦你了才对。 林若云,你们一心救人,这是福报。 温情笑笑不语,姑苏蓝氏,蓝旺姬,叔父,兄长,旺姬归。 蓝启人,魏英呢? 蓝西辰,旺姬,无羡为何没同你一起? 蓝旺姬,旺姬随师祖回山养伤。 蓝西辰,养伤,无羡可是出现了何事? 林姑娘呢? 她可还好。 蓝启人看了看蓝西辰,有点疑惑,西辰为何特意问林姑娘? 蓝旺姬也诧异地看向自家兄长,为何要问小师姑? 但是面上依旧不显道,师祖说,为英修怨气尚未好权,至于小师姑,她现在受了重伤。 蓝西辰号称毒地姬,何尝不知道蓝旺姬的表情,使她显得有点紧张了。 但是听到林姑娘受伤的事,心一下揪了起来道,旺姬,快详细说来。 蓝启人看着如此不雅正的蓝西辰倒是吓了一跳,林姑娘与西辰有这般要好吗? 蓝旺姬复述了一遍经过后,看着魂不守舍的自家兄长,心中倒是有了想法。 蓝西辰听闻暴山散人出手,倒是松了一口气,蓝启人,西辰,你对林姑娘是否太过关心? 蓝西辰不知所措,她还不知道怎么说蓝旺姬看出自家兄长的窘迫,倒是开口道,舒服,如今乏温在即,还是想想应对之策。 蓝启人果然被这事引去了注意力,倒是也没有究竟刚刚的事,蓝西辰富匪,好弟弟。 蓝启人,旺姬,你回来报山散人,可有说什么? 蓝旺姬,并无。 蓝启人,看来散人不会插手此次之事。 蓝旺姬,舒服,此事乃是仙门百家与温家的事。 与师祖无关,也与魏英无关,蓝启人顿了顿道,望姬,舒服之。 蓝启人,现在温氏暂时没有进攻,你们前往战场与聂宗主商量对策吧。 蓝西辰,是,舒服。 蓝旺姬,是,舒服。 战场,聂明爵正在帐篷中焦头烂额,门外门声冲进来道,报。 温氏突然进攻,请求支援。 聂明爵急忙带着坝下与聂室门声冲了出去。 到达的时候,温氏弟子已撤退,而此处早已失衡遍野,地上都是金氏弟子的尸体。 两位金氏门声护着金光扇出来,金光扇见到聂明爵就是一顿鼠落道。 聂宗主,你怎么来得如此晚? 你可知刚刚有多危险吗? 我金氏门声,聂明爵捏紧坝下,看向金光扇道,金宗主,我很惋惜金氏的伤亡。 但是战场如何没有伤亡? 再者,如金温氏虎视眈眈,你金氏却如此懈怠。 难道你觉得不是你的过错吗? 还有,我是有情之源,如若你金氏无需我念氏之源,我倒也不必走这趟。 随后下令道,今后金氏战役,我聂氏绝不再管。 然后,带着自家门声离开了,只留金光扇一人在原地待置。 金光扇反应过来的时候,聂明爵已经走远了。 随即怒骂道,这该死的聂明爵。 聂明爵气势汹汹地回到帐篷,倒是看到了蓝氏门声和蓝西辰蓝忘机二人。 蓝西辰,明爵兄这事。 灭明爵,还不是那糟心的金光扇。 随后,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,给蓝西辰听。 蓝西辰,既如此,我蓝氏也不会接金氏的支援。 灭明爵,西辰,你们这是事情解决了。 魏公子他,蓝西辰,无限已与豹山散人回了豹山。 灭明爵,魏公子并不加入战场吗? 蓝西辰,明爵兄,你希望吴县以什么身份加入战场? 灭明爵,他,蓝西辰,吴县如若加入战场,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,加入了云梦江市纠缠。 百家也会希望他带着豹山散人前来助阵。 可,凭什么? 蓝西辰,现在温氏主动进攻金氏,倒是出击了。 之前风平浪静了那么长一段时间,倒是让我们有所懈怠了。 聂明爵,以西辰所言,现在该怎么做? 蓝西辰,这段时间我也看出来了,以我们百家的实力,此战甚弦,聂明爵,温氏如此暴行,我们怎能袖手旁观? 蓝西辰,我并未说退出战役,而是虚想应对之策。 聂明爵这才镇定下来,蓝西辰,开作战会议吧。 聂明爵点点头,先门百家来之前,帐篷内传来一阵争吵,金子轩随着金光扇来的时候,看到聂明爵,想起来他父亲说的那些,气不打一处来道,聂明爵你支援,将我父亲支援成这样吗? 你看我父亲。聂明爵紧捏着霸下道,你认为,你父亲如此是我的错?金子轩,若不是你支援不及时,我们今世门生如何会死那么多人? 我的父亲身上如何会有那些伤?聂明爵气得,霸下就要出窍,聂怀桑拉住了他道,大哥。 聂明爵转头,看着聂怀桑,见他的神色,渐渐镇定下来,聂怀桑,金公子,你说你父亲身上有伤,敢问是什么所导致的伤? 金子轩瞬间不说话了,他父亲身上的都是磕碰的伤,但是父亲所言,聂怀桑,怎么,说不出来了?是磕碰的伤吧? 金子轩大惊失色,聂怀桑,我大哥和我说过,我大哥到的时候,你父亲是两位金氏门生所掩护,身上之所以会有伤怕,不是因为躲的吧? 战场上,你的父亲身上没有剑伤,只有磕碰,身为一宗之主,敢问,这合理吗?金子轩,我父亲,金光善父匪,这糟新玩意儿。 金光善,聂二公子此言差矣,我聂怀桑,我听说,温氏攻打你们金氏之源,还未来变退了兵,只留你和两个门生,敢问,这是为什么?